秀林乡公所推动的纳谷墙政策 各村都已经逐步达成了共识 而位在秀林乡最北的和平村 在村长秀林乡民代表和部落事务组长的大力推动之下 部落族人已经意识到墓地不足的问题 和平村三个部落明年度也将会召开部落会议 来行使同意权解决墓地不足的情况 新闻向上我们归下轮之后就开始推动 一部落以纳谷墙的政策 在生命利益所团队的努力之下 要往纳谷墙路程之后 紧接着就是文栏 铜门 水源 山沾 陆西西线完工了 而最北的和平村 今年度三位林乡也积极前往宣岛 同时也获得大家的认同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跟我们部落的人一定要先沟通 因为现在土地平均嘛 然后现在也是满脏 所以说我的意思说再不推行这个纳谷墙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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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宜的话 我是怕说再过几代 那再过十年还是二十年的话 我们一代透过我们原住民的 往生者的话我不知道说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不可能海上 所以说我一直希望说像这个议题的话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地方部落会议 还有乡公所这个地方尽量下乡沟通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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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纳谷墙 因为现在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多国我们原住民还不太能够接受 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跟他们沟通 跟我们部落所有人沟通的话 他们应该会欣然接受 因为他们也都知道 纳谷墙土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贫瘠 希望一下我们会表示今年度属于原村和三战村 纳谷墙石都完成了 紧接着明年度就是要推动和平村 崇德村修林村 同时也编列了明年度的议算 这些流程必须一项一项逐步完成 希望在部落主人们的公司之下 这些长年目的不足的情况再次发生 记得喜欢我们学乡部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